千賭六盒彩 家庭完全破了 花花綠綠的A4紙 摆滿桌 全是六盒彩名牌 公園外還有黑衣人把風 就怕警察找上門 七年前有一個家庭 因為他們妻離子散 我叫他燒飯 他說我現在沒時間燒飯 因為他要千賭六盒彩 公園內的休閒變成賭博 太太嗜賭如命 背上三百萬債務 先生投出週前新聞 想要挽回這個家 讓我一個好好的 一個天倫之樂的家庭 完全破了 七年前 昨天新聞聽市集小明 聲張正義 將大同公園的賭場亂象 一掃而空 七年後賭博的清心 不但死灰復燃 甚至成為情色買賣的場所 也難是三重地區的自然死角 廁所那邊會有賭博 會啦 戴腳踝都會啦 本該讓人放鬆的都市之費 卻成了家長最擔憂的地方 誇張的治安死角讓人質疑 警方公權力究竟在哪裡 警方尚未接受民眾檢舉 有外勞媒介射情案件 但公園附近我們警方有主動查後 三件射情案件 未來我們警方會積極查處 嚴禁有不法情事發生 警方表明積極偵查 但與民眾實際感受似乎有落差 街坊最期盼的 是歷史悠久的大同公園 何時才能波雲見日 介紹前入魂中觀展新北市報導 如果要投資 這一期